大家好, 今次為大家示範的菜式是鹿筍意大利飯 首先我們看看材料 有意大利米, 洋蔥, 意大利番茜, 鹿筍, 巴馬臣芝士, 牛油 這邊有橄欖油, 白酒, 雞元湯 我們可以開始了 首先我們會先處理洋蔥 我們將它去衣 接著我們會將它切碎 順著洋蔥直紋那邊 切到洋蔥時, 將它等下直到直緣切 再橫切兩刀, 再切碎 洋蔥碎不用用完 我們大概需要四分一個就足夠了 有多餘的我們會裝起它 好,接著我們會處理露筍 由於露筍的底部 那個纖維會比較粗 一般我們會把它切掉 大概切走一吋至一吋半左右 然後用刮跑 將它表面的皮輕輕地刨走 然後露筍我們會把頭這一節切開 中間這個部分我們會把它切粒 我們切粒的時候 要注意我們盡量把露筍切出來的粒 大小切到差不多 切到差不多大 目的就是想熟的時候 的時間是一樣的 接著我們處理意大利番茜 將二大利番茜切碎 將二大利番茜切碎 現在我們開始煮的步驟 好,現在我們開始煮的步驟 我們可以煮起一個雞元湯 另外我們另外拿一個乾淨的餅 這樣就開始煮我們的餅 首先會把餅片輕輕地燒熱 接著我們會放鑑橄油 放鑑橄欖油 大約一湯匙左右 首先我們會炒洋蔥 先放鑑橄油 炒完蔥的時候 我們需要炒至透明 而不需要把餅片炒洞 接著能夠加入意大利米 煮意大利飯時會使用木匙 木匙的優點是防止我們在煮的過程中 將米弄碎或弄碎 所以煮時會用木的羹取代鐵的羹 輕輕地將米炒香 然後加入酒 白酒大約約兩湯匙 把米吸乾 我們煮的過程都要不停攪動 防止它黏底 這個時候我們要準備熱的雞圓湯 或者熱的雞湯 我們目的取代熱的湯 是因為用凍湯煮在米裡 米已經很熱 我們會增加米熟的時間 我們煮至酒都蒸發了 米都吸收了酒 我們就可以加入原湯 然後加入湯的比例 大概是米的五倍 也要視乎米的瘦水 即是吸水的程度 大概是五倍 最後也要視乎 它做出來的質量 米是否吸夠水 吸夠雞湯 而去決定是否完成 湯大概會分五次左右 煮的過程 千萬不要太大火 用中火 慢慢把米煮熟 好 好 當我們煮至收水 大概五次左右 我們如何嘗試米 是否可以的狀態 我們會拿一粒米 我們行內叫做三點米 我們煮完出來 我們按它的時候 是有三點白色的 我們就叫熟度是剛剛好 好 好 我們試完米 知道熟度是剛剛好的時候 這個時候 也要把蘆筍灑進去 灑蘆筍的水 加少許鹽 好 當蘆筍灑了大概一分鐘左右 我們可以把蘆筍的中間部分灑進去 大概灑三十秒左右 好了 我們如何嘗試蘆筍呢 是不是熟 我們拿一條 我們輕輕咬一咬 看看它是否軟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將蘆筍 放進飯裡的時候 我們可以調味 我們加入鹽 少許黑胡椒水 少許黑胡椒水 少許 跟著這個步驟非常重要 我們就是要把飯關火 關火之後 我們會加入牛油 鹽 還有巴馬臣芝士 然後將它攪拌 好 在上升之前 我們加少許意大利番茜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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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二大路筍飯就完成了 好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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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